不习惯是什么呢 很多人会喜欢用信用卡 不用带现金挺方便的 而现在关股银行则是携手 在销公司去推联名卡 主攻的是买房你刷定金 加油还可以赚回馈 不过倒是引发了大家讨论 因为政府不是在寄出很多政策打房吗 那么关股的行库 怎么还鼓励大家刷卡去买房付定金呢 不过卷家有分析 其实打炒房跟你自住买房 那不能够相提并论 让你可以刷卡付定金 其实也是另外一种方式 威力时代信用卡榜用户花招摆出 现在连买房也有联名卡 诉求方便付定金 有买了一间套房 然后因为他要付定金的话 我是要付现 所以我就是还要到提款金那边去领现金 然后还要领着十万元 然后拿在身上 所以我就觉得有一点危险 刷卡的话 一方面可以赚现金回馈 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 我们也不用去处理 复杂的汇款程序 我们有中油直营站 加油5.5%的回馈 另外在购物的定金上面 会有2%的回馈 或者是选择24期的零利率都可以 关股银行首度联手房产代销业 打造买房生活圈消费回馈 市场联想 官方打击红单乱象 动作一波波 观影联名卡却诉求手购足 时机引发讨论 房产专家解读 打炒房和刚性自住需求 完全两回事 未来这些刷卡的用户 有可能将来买了这个房子以后的贷款 会在他们银行来申办 所以他其实也是做一种会员的经营 我觉得这个事情整体上 只是在消费的时候 工具上更便利 其实对于打炒房这件事情 这些首购主要炒什么房 其实不太可能 所以这件事情不是件坏事 专家认为刷卡回馈 有感无感见仁见智 抢供刷卡付预售屋定金 银行看重的有可能是绑住卡友日后消费 在信用卡为例市场中增加竞争优势